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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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来到开市前瞬时间 港股回了两天 幸好昨天跌过200点之后 收市跌6点 10天、20天线 所谓是失而复得 就叫做顶得住 北水连续12天买 12天之间买了超过500亿 今早估计港股都会稳定 但你知道周时有很多 理好理淡因素 找起同一起聊好吗 早安 早安 美股也少担心 美股也连日有压力 沒錯 如果回顾道指去看 昨天就要再跌198点 納指跌得更厉害 1%过外跌幅 和连跌3天 个别的重磅股也跌得金 苹果那些 苹果跌3.5% 是,没错 他比较特别 又拘捕我们近期的热华 和华为是否有关系 是,因为事关有几个消息 第一是华为那部手机 在内地热卖 有些市场担心 会否削弱了苹果 在内地市场的销量 这是第一个忧虑 第二就是昨天有个传闻 巨报说中央 可能禁止一些中央部位级官员 禁止他们在工作时用iPhone 是呀,先收起来 是呀,不能用iPhone 在办公时间内 和政府部门 是,没错 都说到尾 怕会影响到iPhone需求 是 一中国都是iPhone的主要市场 但之前那点有趣 华为的新手机 说到今天还是热华 是 其实都要顺便捏捏中美关系 因为我们昨天也提到 最新有美国国会议员提议 看到华为的新手机 是否加码制裁华为和中芯 这点大家都要留意 一来和我们香港上市中芯的关系 中芯有上市 二来也是中美关系 是呀,没错 就像你刚刚所说 现在就说 因为本身说到就是华为那部手机 是 搭载中芯的晶片 是,没错 所以大家在这儿查 中芯你会不会有违反一些制裁规定 因为如果有制裁之下 理论上中芯是做不到7奈米 那么厉害的晶片 是 因为之前中芯最厉害是做到14奈米 14奈米 但是因为制裁之后 你看到最新业绩 已经没有了14奈米 突然间那部手机 华为手机被人拆了机之后 哇,疑似是用中芯的7奈米晶片 7奈米越小越厉害 怕中国是不是突破了美国的制裁 做到自己这么厉害的晶片 我担心在这儿 所以才引发一些美国议员 那么大的反响 不过说一说 其实和苹果仍然是差一段 那些iPhone 因为苹果未来的iPhone15 大家知不知道 是用3奈米 再早两代的 没错,再小一点 是,因为7再上是4 4再上是3 其实起码还差两代 是 不过突然吓到大家 7奈米都很厉害了 想不到中芯 真的好像传闻当中 几年前 他真的有机会做到 没错 没错 挺有趣的这些东西 这个都是 信带一提 信带一提 我们回来香港 昨天有个会 我们也值得要留意一下 这个促进港股 这个流动性的会 昨天正式会 要促进 前两天的成家更好 那会否一下 会否一下 就是 如果一下的话 这个小组更加要做多些事 但我发觉他昨天第一次 政府委任的十多人的专责小组 昨天第一天开会 昨天那个会也挺轻松的 是吗 只是听一下意见 对,听一下意见和分析 然后自己回家再研究一下 是 但他也讨论一句 他说如果没有记错 他说会尽快向政府提交建议 如何促进港股的流动性 是吗 是,因为他本来想特首 在施政报告 10月25日就要提出一些建议 那也差不多要做事 是,这个多月就真的要加快开会 他自己就说短期会加快开会 希望短期可以交到短期的建议 之后再聚焦中长期 最后加上最终报告 那会否减印花税呢 你猜不知道 他昨天的会也没有说 他没有披露到里面有没有讨论 是,因为那些记者有问 唐嘉诚,这个小组的主席 那会否减印花税 他说是保密 他就引述财爷 后来都补充 不一定否定了这个选项 是,没错 但总之去到这一刻 小组做不做 有没有这个建议 就不知道 而且他里面 刚刚就说他在听意见 里面他也有提到其中一些意见 或者具体现在的情况 就是说到投资者的成本问题 其实也关于印花税事件 对 那投资者的成本 你买股票 大家明白 要不就是政府的收费 包括印花税 是 可能是港交所 或者证监会有些征费 你也是省那些 是 你难道好像正常计 我估不像内地那样 指令那些犬伤要减荣吧 这个 要不然那些犬伤又牙痛 是 没错 又投诉又打去港 和香港应该都有些不同的 我想都应该就不会 即没有这种行政指令 叫人去减荣做生意 是吧 好 我们再看 今天我们讲短期 等一下 虽然不知道几点 但是通常早上会公布 这个数字 就是进出口 没错 现在就看 其实都连跌了几个月 无论是出口 进口 都已经是连跌几个月 现在市场去估计 出口 预计就今次跌9% 连跌四个月 不过跌幅有所收窄 是 因为基数好一些 都是跌的 要留意 不是说收窄好像很厉害 都是跌9% 估计会跌9% 但是就会跌少了 因为之前那次 印象中是跌超过一成的 是 一成四 是 一成四 没错 所以是 进口同样都可以 其实就七月的时候 跌一成二过来 现在预计同样都是跌幅收窄 去到同样是9%的跌幅 数据大家明白 现在市场 为什么我们港股这么低迷 其中一个原因 重要原因就是担心 经济增长问题 是 进口都是GDP里面 记得一条式 最后就是 三头码 最后就是 X-M 就是出口减进口 这个都是在GDP计算里面 所以外贸表现 对经济增长的启示是重要的 是 不过昨天想想想 忘记说 总理李强 昨天排定深远 是吧 中国经济增长 今年可以做到5%左右 排定深远 行不行 好 多谢希同 好 那我们去找黄师傅聊天 黄师傅 早晨 你好 黄师傅还未到 不要紧 不如这样 不如先去广告 好吗 我们回来看看他发道微 好吗 稍后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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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我們先補報期指 最新的情況 期指還未開 現在九點十分 喬價當然是穩的 暫時在做一萬八千四水平 喬價在升四十幾點 暫時比起昨天收市 恒指高水二十點 應該可以了 ADR推算是說 待會開始會穩陣 看期指暫時對版 成交當然要等多幾分鐘才可以出來 黃師傅在這裡 黃師傅你好 家文 早安 早安 黃師傅 剛才我們數了焦點 上一節 其實跟前日差不多 怕美國會跌口 接著美金上升 美債會升 美國會跌 外圍情況是這樣的 再加上中美關係 怕對華為中心的制裁會不會加碼 美國議員有這樣的建議 看看你的關心是哪一件事 稍後港股會怎樣走 其實這因素都在影響港股 上星期開始我們見到 因為今個星期初見到油價回升 燃起了市場對於通脹再升溫的憂慮 加上昨晚美國公佈的服務業的PMI ISM服務業指數高於預期 令到11月本來預計只有4成以下的機率會再加息 但是昨天出了數據之後 令到11月的加息機會升到5成 所以令到美股昨晚都繼續受壓 這個是短期會影響港股的因素 還有剛才你提到 還有就是美元強的話 如果聯儲局未來會維持利率是longer and higher 高一點 長一點的時間 對人民幣都會有大量壓力 昨天我們見到離岸價又跌穿7.3甚至7.32 現在都很弱 是的 人民幣弱的時候 對自然港股都會受壓 所以昨天恆指我們見到 一度是下破10天和20天線 不過又似乎不是說表現得很差 因為收市指數都上回10天和20天線 10天和20天線線大概是18,390點的位置 昨天都收到1984樓上 我會看這段時間的走勢 我暫時都是看一個反彈浪 由7月高位20361跌到8月低位17,574點 跌了2787點 反彈到近期高位18,700左右 差不多去18,900左右 反彈了整個之前的跌浪的四成多些 但又未去到五成 所以如果一天未上回19,000 我都會看這還是一個反彈浪 但對於過去兩天的回落 我會介定為在一個反彈浪裏面的短期調整 如果它不跌穿10天、20天線的話 這個反彈可能還會持續的 是否達到19,000就要再看了 但如果接下來這個反彈 假如是完結的 就是看著兩個位置 我會一是10天、20天線 不如是再跌穿 第二就是17,950這個支持位 如果跌穿就很大機會反彈 是告一段落 走勢又再轉弱 大概18,200 而且下面就是18,000附近 如果沒有輪到這樣看 就是下面的關係 如果最簡單就是18,000和19,000 都是向哪邊突破 現在沒有事情可以做 又是先觀望 是呀 但最近我覺得市場有焦點 內訪呢 是有些比較貼市的投資者 或者是網友、觀眾 他們炒內訪 一天搏幾十個巴仙是搏到的 不過就要小心 就是你一天可以升五、六十個巴仙 那你調整回二、三十巴仙 都不出奇的 所以就要留意那個短線波動的風險 是呀 其實說真的 指數不動 大把東西動 其實是對的 我正想問一下那個內訪 因為昨天不是昨天 連日升了 黃師傅 例如昨天算是恆大升82%左右 說八成二 五十二周高 也好看今早有什麼情況 今早還有去的黃師傅 叫價當然還有五分鐘才開 有時都沒有很準的 十五分的時候 恆大叫價升一乘四 再數上去負力 又是有些很殘的那些 之前很殘的負力、融創那些 現在叫價相對升得多 以碧桂園都可以 一二九 升5% 因為我們昨天都提到 碧桂園總是五十天線 附近一個兩號幾 就頂住它 看看今天站不站不站過三開 如果站得到 即是有機會破 它一路的阻力 五十天線 現在叫價升6% 還行不行 因為你知道 簡單來說就是憧憬 政策繼續加碼 仍然總結了昨天 和今星期三日 即是之前的三天的累積表現 讓你講下 一隻股份 如果由一百元下跌到一百 跌了9成 一元升到兩元 升一百百分比 worth 三元只比兩百百分比 但對於一百百七八十元賣的 其實就算升到二元、三元、四元 都還是輸多 那是用倉十多二十元跌下来的 这段时间就是近期有胆入市去捞货 便宜买的人开心 但是高位绑住那些我觉得都未到开心 叫输少少少不是说输少很多 如果你说还有没有去短期两样东西看 如果看基本面的我想会有利的 因为因成施策 你一定是来着每报道不同的城市 都加入出台一些的政策 认防不认态或者放宽些限售限购 甚至是珠海有没有记错 是啊 限贷这样来去 只要多些消息有能力有条件 是推动股价再升 而且今天我们看到上海的八月份 又给了一些市场强心心 就是二手房终于扭成交量 扭转了连续多个月的下行趋势 这个有些分析就是 9月2日才开始推出 8月就已经是旺化了 就是说楼市就已经是捉了底部 现在再加上政策 就可以说是感上天花 但是我想股价还有没有去呢 你就看技术的指标 看成交和RSI的动力 是不是继续保持住或者是增强 来决定股价还有没有得上 消息面我就觉得 应该是利好的 但是有没有力上 就要看一些技术指标参考 就可能是会有参考性的 好啊 既然是这样 那这下呢 因为如果是真的炒短线的 都適合你 看动力 看成交技术会不会破位 那你会不会想用哪一种为例子呢 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呢 如果你说用2007来看 好啊 就是碧桂圆 那它现在就 RSI昨天来说 就增强到去76 那都还是短期来说 一路一浪高一浪的走势 只要不出现了一个 还有成交方面呢 昨天的成交也是创了多久 差不多一年的新高 这两个指标只要继续是 一路没有出现一个背池的话 都代表短线还有动力是再升的 嗯 这样吧 但是我们要定目标价 又怎样定呢 好像这下这样呢 刚才我们常常提到50天线 50天线是1.24 那有时我不知道你 拿哪样东西你会作为一个阻力位 那阻力位通常我们当为目标 去到那附近我们很走 那你会怎样看呢 因为最叻的时候 曾经都去到100天的 还是你用其他的前浪底 还是怎样去作为一个技术的参考目标 但前浪底因为距离都得很远 有些是很久之前见过的 那些阻力位就未必是 准成度或者参考性那麽高 所以我会看下一个阻力位就调了100天线 以2007为例 现在就大概在一个无二的位置 都仍然在降 你下一个目标你暂时看 当过半 如果你现在过三左右 有过半 即是两毫子 都有十几个percent 下一个阻力位 即是代表那个水位 都有十几个percent的水位 那离场位你会怎样一定 就要看那些指标 如果指标继续增强 没有出现背驰的话 我经常都建议就是说 有时候如果趋势对你有利的 你买对了 方向是对的 可以贪心一些 去赚多一些 就定个指赚位 调反过 譬如说现在升穿了五十天线 再向上 试到这个一百天线 如果一百天线不破 那你可以考虑吃 如果是破了的 你就又搬龙门 将那个目标再推高 找下一个阻力位来定你的目标 但是一路上的时候 就定个指赚位 一旦如果没力上了 回头的时候 你就进行指赚 因为你这样一路上 一路将指赚位推高 最后你可以出货的位 应该都会是 会相对高了 但是我意思是说 你知道有时候我买下去 它会继续升的 当然是 可以推高 譬如我一旦1.9 2.9 买完 可以没力了 过4了 那我就定一个3.5 举个例 作为赚位 我都不会 至多输手续费 感觉是 但是我1.29 入了 转过头 就跌了 一个1.5 那怎么办 有些朋友 聪明的 他会懂得看 RSI 升得来 动力指边有没有 脱了皮 脱了皮 那你快点小心点 警号出了 成交缩又 警号出了 但问题是 如果一会摸下去 譬如你会简单 10%指洩 还是怎样 这里会否可以说多一点 我自己也是慣常的策略 建议策略 都是用10%最多15%做止洩 那究竟10%还是15% 就看你自己的承受程度 但是10%至15% 我觉得都是合适的 举例你过三马 如果掉头回落 如果20%就是一个1号7 或者你比慷慨多两个先给他 1号2号先给他一半 输1号半指10%多一点 定个止洩都应该是有一定的 尤其是内房这几短期反弹那么多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 那个升势是停的 还有出现回调的 它可以升七八十个百分钟 也都可以调整三四十个百分钟 二三十个百分钟 都不期的 所以真的要定止洩 和有纪律去执行 是的 所以为什么都不要怪我这么沉 黄师傅 要问清楚 家庭观众有时 只是看赢不看输 但是有时有经验投资者 我看输多少 有多少下跌空间 我才博下去 订好很多策略 大家清清晰晰晰 最好 开出来1.29 真的开市价 高开半城 刚刚见到 五十天线就上去 不过在碧桂园 其实说真的 为什么大家要防住 黄师傅你说对 第一就是累积升幅大 第二始终债务问题 中央出的招 没有直接帮他们 即刻还债 碧桂园 我见到彭博 你只是去到今个月底之前 起码有七八笔的债 要等着他还 有些是还本 有些是还息 有些是还本加利息 时间表我们都准备了 应该是9月14日 这笔涉及本金 就是14亿流上人民币的债 其实他现在谈展期 黄师傅 应该没搞错 今天开始投票 又是投几日 投到下个星期一 看那些债务 愿不愿意给他拖牆来还 就未知道 你再数下去 有些息都重 例如9月19日 4千8百万人民币 9月24日 又有本金20亿 加上8千7百万人民币 都不惹小 不知道他过不过得关 你觉得市场这次活谈是乐观 看到之前 应该债务都多数肯展期 但这些不知道过不过得 是 对于那些公司 如果是在还息 副息 那方面都有些困难的时候 就要小心一点 即是 息那块钱是小一点的 如果你还本 本金就大很多 是的 早前的壁桂圆 主要出的问题 都是副息那方面 明年都要留意 就算它 短期这些 是看到今个月 但是 其实我们看回 明年那些 一百五十亿美元的 債券到期 到时就要还本 除了副息之外 还要还本 是的 一市场害怕他这些 都不知道行不行 是的 所以我觉得 你短舌 老实说 你现在两件事都不肯定 第一就是说 出招那些认防不认态 政策对楼市的支持 持久力 是会有多久呢 是有个不肯定性 如果一旦 卖楼放慢 资金回笼 是减弱的时候 你对于这些公司 未来的 付息还债的能力 又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觉得 是有两个不肯定性 所以你说 现在短炒是ok 但是 所以都应该是 摸着石头过河来 去进行短炒 还有刚才我们 你问我 拿一只股份来做 举例 就是我拿壁桂圆来举例 不是叫大家 亦都不代表 是内房之中 我是最心仪的 是壁桂圆 是的 可惜没有时间 要不然 我还有很多问题 问你黄师傅 包括物馆行不行 因为你炒起内房 就会好像物馆昨天都涨 你现在今早早 高开壁桂圆服务 跟他姐妹公司 高开1.5% 当然内房中 中国海外都不错 高开0.7% 龙湖高开1.1% 比如物馆 或者水泥 整个内房产业链 可以陆续来看 但没有时间 下个星期一晚 留下 好啊 你一定会说 好才好 嘉廷固就追着你了 有没有插着刚才谈谈股份 都没有 多谢你 我们休息一会儿 好 今早指数都要低开 低开12点 开始是报18,437 最新情况如何 又跌多一点 跌68点 18,379 有机会又再穿20天线 大家再查 内地股市都是偏远 上证和深证大概都是低开0.2% 人民币在美金强势下都是弱势 看几个月之前 我看过人民币利岸价 都继续在7.32 都是近期低位附近 拉锯近的 稍后我们会再和大家查 看看新经济股 恒生科技指数 看到新经济股表现 最新跌28点 4148点 国子要不需要偏远 我们就看看 反映中资股表现 跌34点 做6369 五大会议港股里面 看看哪些牌头几位 现在开市 一分钟左右 腾讯跌1.8 跳跳跌1.6 有邦跌4毫子 有邦继续弱势 68.45 融创升1.9 做3.18 刚才叮当码头 开出来恒大很厉害 升1.4 现在升幅计 融创是1.9 恒大令我好奇 最新升2.3 不可以输给融创 最新比较 融创1.4 恒大最高8.2 留意 低位 一段时间 亦都停了一段时间 今天再创 恒大超过52周高位 融创自从 他儿子融创服务 计划 可能考虑派发特别股息之后 亦都进入港股通 融创入港股通 给北水可以再买回 昨天北水买了5亿多 融创 股价来说 两只都做好 留意内地官媒 日前发表这个评论文章 建议之前的辣椒 内地楼市辣椒 不合时宜 应该尽快取消它 利好整个内房版块 另一些股份 值得留意 是龙原电力 龙原916 计划回购不超过H股的一成股份 股价高开3% 目前升势6.4 升近1毫7仙 看安踏旗下的Emma Sports 据报在美国提交上市文件 即是儿子想上市在美国 估值可能高达100亿美金 股价行不行 有没有阿妈会受惠 都向好的 升1.7% 做91.1 看看环能国电 计划用大约42亿人民币 卖资产 卖了四川的资产的权益 有钱赚 赚大概21亿 股价反复偏远 回来分析 各位早晨 回来节目时间 这一支身边嘉宾有彭卫生CASTA 和大家看着今早早的视频 早晨CASTA 早晨奇奇 CASTA 港股今早早轻轻低开十几点 和大家看看最新的表现 指数跌幅扩大了 跌132点 报18,317点 上证方面跌11点 报3,146点 至于深淨跌59点 报10,456点 港股后市的情况 我先问一下CASTA 现在市场跌多了 跌100多点 再次下跌10天、20天 线流下的位置 未来情况如何判断 其实如果你看回这一阵 升到上去跌近50天线的水平 期后就星期二开始出现了回调 回调的力度相对比较大 我相信主要是因为上个星期 因为有一些指数的变更 无论MSEI也好 甚至恒指也好 都令到在那段时间 有很多买盘追入而推高恒指 但无法突破50天线 都限制着一个短期里面 即港股可以再进一步 大幅推高指数的一个机会 加上现在来说 市场对于内地方面 限制着一些未成年用户 即使用手机的时间 以及在游戏的实名制方面 也可能会推出 令到科技类股份 在监管的风险 可能会有再增大下而受压 加上现在来说 美国近日也见到的息率 尤其是十年期的债息 上回4.3%的水平 也限制着一些增长类型股份 科网类股份的走势 所以暂时说 科网类股份的下跌 都会压着市 令市短期里面回调 但18,200这个位置 相信会是短期里面 一个重要的支持 这个位置来说 跌穿的机会率又不算太高 可能大家都是看着18,200 这位置 如果去到水平 看到官员开始逐步收集 不妨做一些短期操作 再向上看着50天线的反弹目标 也要留意科网股的走势 CASA提醒大家 因为债息方面又继续向上 还有行业方面又有监管消息出到来 就是一些关于未成年人防止沉迷游戏 一些相关的情况要均进主 今早早些封网股情况 带指偏远格局 腾讯方面跌幅不足1% 报324.8元 版面上暂时只有阿里巴巴 有绿色战略向上升1.5元 报92.4元 美团亦要跌1元 报127.3元 京东、小米、Bilibili等等都要跌1%以外 快手要向下跌5.5元 网易方面都要留位偏远 留意股价取正156.5元 相当跌幅2% 百度集团跌1% 科技股一般 不过资源类的股份 油股继续向上 和大家看看三桶有的股价情况 中海油刚才看到的一下 曾经都升了差不多2% 股价再建超过一年以来的高位 都是看着国际油价继续升 CASTER 继续受惠在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方面 现场压外减少供应的措施所带动 市场有股,美国原油库存 就持续减少了利好油价的表现 柳油价曾经升超过1% 说到油股,不如看看大行怎么看 高盛有点看法 高盛说油股方面要关注一些 上油、现金流强劲的公司 即是中海油和中石油 就说中石油预料他们未来的盈利 将会受到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增长所支持 不过又说到中石化的情况 因为油价升将会对中石化的链油盈利有挑战 所以轻轻降低了他的目标价 由5.3降至5.1 中海油和中石油都可以升 都要问一下CASTER 你的看法又是怎样呢? 其实都是大致相同的 因为如果你看回来 整体的沙地油加买 俄罗斯在市场上维持减产计划 去到年底 其实显示着一件事 就是这个油组 他们自己本身对油价各方面的看法 都不希望跌下来 并且可以这样说 透过限制供应而推高油价 直至令他们自己受惠 当然如果在油价格上升下 拥有比较多的上油业务的中海油 甚至是中石油一定受惠 他们自己本身来说 毛利会因油价上升而进一步提升 带来一个更加好的盈利前景 至于中石化 比较多的业务就是中下油的部分 尤其是他们自己本身来说 绝大多数的原油 都是需要在海外运回来 然后就是炼油 变成了炼油成本上升之余 亦都限制着他们每桶油 或者每吨油的毛利 所以在毛利下跌下 对他们自己本身来说 是有一定的影响 虽然如果你说是日后来说 当内地的经济昏述一个比较强的增长 对于整体的石油需求 仍然都有强劲的上升 是可以看到那种盈利 仍然有得上升 但是相比起其他两种 就是上油为主的石油股 它就会变相比下去 所以我想现在你说 在短期里面 中石油和中海油 绝对还可以继续看好 而中石化 你就要等机会 等它会一点的时间 在低位里面买回来 藉此拿回一个比较合理的回报 谈谈一下 中海油和中石油股价 升到超过52周高位 两只 中海油今天随正 最新升到1.7% 报13.62元 中石化同样 都是今天随正 升幅1%以外报4.51元 讲完 有股 手机设备股都想找CASTA 你帮大家看看 好 事关有个消息 就是看到一些报道 已经在说 苹果下星期 做新产品发布会 大家都关注新手机的情况 现在报道说到将会加价 行则有些看法 高盛说预料部分的机型将会加100美金 不是加字 将会每部机会加100美金 另外 花旗也说 手机销量仍然受制在图像感应器的供货时间 美国银行说要关注新机的定价和出货时间 会否有些限制 看着加价的情况 市场是否收货 手机设备股方面的前景 大家如何部署? 我想现在来说 市场对于苹果的手机 面对一个强劲的敌人 就是华为 最新出了5G机 可能会令大家 比较担心 他们整体销售的情况 未必可以去得比较好 现在加上突然要加价 当然在经济不算太好的情况 是真的有一个比较大的隐忧 所以我都会相信在销售方面 未必可以有一个很强的增长 甚至对于一些手机设备类股份来说 整体股价压力 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所以我只会觉得 现在来说 买这些手机设备类股份 并未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大家都可能要在短期里面 隐忍手 我看到有不同的消息出来了 有加价消息 有些同行方面的竞争 新机方面的竞争 推出时间都很相近 都要关注 我看今早的手机设备股 几个暂时都要跌 水星、唇雨等等 都有1%至2%国外的跌幅 这一节我们和CASA聊天 那先休息一会 来到即市密博的时间 港股今早要低开12点 之后一度跌超过160点 落过去18,200点的水平 和大家看看恒指成股的升跌比例 跌市下跌的股份多些 7乘7的股份下跌 1乘8的股份也能升 和大家看看做得好的蓝筹股 有什么股份 和见度排头位的新澳能源 升近3% 国药控股升2% 还有一些石油相关股都有上榜 包括中国石油和中国海洋石油 齐齐都有1%的升幅 看着今晚油价继续升 和中海油都已经在建52周高位 今天来说都会随正 排第四的就是中国神华 升1% 和大家看看做得差的蓝筹股 做得差的蓝筹股 包括中芯排头位 美国众议院的一些议员 促进呼吁商务部 暂停向华为和中芯出口技术 今天整体来说 晶片股都做得一般 中芯国际跌了3% 那么信义光能 信与光学和中芯控股的奎程 齐齐都要跌超过2% 我们再看下期 我们再看下期 8287% 最多跌163点 现在成交到163亿多 跌些什么 谁拖累指数 不用等了 我们马上看看 10个会有港股就知道 是否略之一二 排第一位 都是内房得 融创升了乘二 不过要留意 应该没有刚才升得那么多 1918我们看到最高 是做过3.23 现在只剩下多少 2.98 如果3元3.2摸了 其实现在等于捱价 碧桂园也是 碧桂园刚才 我们开市没多久 做过1.34 现在只剩下1.25 开市时 我们突然报 1.29 你开市价 或之后高追了 其实都是捱价 所以突然为何要 问一下离场位怎么定 就是这样 碧桂园 什么拖累大事 腾讯跌3.2 话实腾讯刚刚看到新闻 说公布了 它都有些大模型 叫做运缘大模型 AI模型 就是面势 待会看看有没有详情 再和大家报道 不过股价一般 28 2.28跌4.2 有邦都是偏远 跌5.5 看看六至十位 还有什么呢 第六位 有赢富基金跌1.1 阿里巴巴 跌得稳 升1.92.3.5 美团又跌 跌过8 883中海油继续强势 13.54 升1.5 今天中海油除了剩下 除了剩下 仍然创52周高位 最高13.74 第十位中芯国际跌4% 开市中芯是稳的 但我们刚才也说到 会不会美国议员 促请要加码制裁华为 加码制裁中芯 促请的 不是真的 但有什么担心下 似乎中芯有些反应 估计是受压的 其他主要蓝筹国 汇丰 中移动 那些又怎样 望内个别发展 中移动可以 记得稳 其他偏远 都是友邦 和港交所跌幅较大 找Karsa答问题 Karsa你好 你好 吴嘉文 王小姐找你 王小姐早晨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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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要问她 我想问 零炮汽车 前景是怎样 你想入货 我想入货 好 是 是 最近市场 都是看回整体的汽车销售 大家看到电动车 在近期公布的销售 增长仍然比较强劲 不过有一件事就是 主要是集中在小鵬 理想 甚至是比较迪那方面最强劲的增长 其他那几间都是大家互抢的市占 要透过减价 减价 减价来说一定会影响他们的整体武力和顺利 所以你可以这样去看 很多时候这些 例如包括零炮 股价的升 都会升得比较后期 亦都限制着他们在短期内 可以再进一步 比较明显上升的空间 依然看回最近这一转的反弹油 低位是31.95 上回到50天的二龙平均线附近 开始有点做见顶 如果在短期内 没办法突破这个水位 基本上你预计了这一阵 已经完成了反弹 因为上一次的高位 我们看到上到48.5 如果你看回由3月开始 形成一顶高一顶的形态 如果你看回RSI 反过来出现一顶低于一顶 在这样的走势上 我会觉得是形成了一个 叫做RSI红倍次的机会是多大 所以股价回调的压力 相信会逐步将股价 又再推回到之前的低位 我自己会觉得 现在你破不了50天线 反过来应该是看淡股份的 那即是不行了 是的 我觉得就不应该买 不过近日 各位灵跑 如果家庭观众 当天专家说 都抗不过了 技术上走弱了 技术走势转差了 抗不过 不如你真的有兴趣灵跑 看看新闻 挺有趣的 他近日去德国推新车 那只C10SUV 因为平价推 在那边也引起了市场关注 自己留意 冯小姐在这里 冯小姐你好 是的 你好 有什么想问呢 你好 想不想问 凤青手机相关的设备类股份 其实近日来说 都是很难有个比较强的上升动力 其中来说 亦都会看回 就是说 是最近市场上高买的华为手机 5G手机 非常火热 但整体价 其实都是6000多元 是起步 以及现在来说 主要都是内地为主 以及他们说的 产量都是4000万部以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大家看到整体定价方面 即手机的定价 不敢定得太高 但刚刚也提到 苹果可能在iPhone15的定价 会向上跳 但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可能会令市场有机会流失 以及我们都相信 你现在来说 要将定价定得高 你面对客户流失 最终来说 你未必可以消失得比较好 亦都对于这些手机的光学设备类股份的影响 是会是收的 订单会是减少 所以我都会觉得 现在来说 股价一直跌到低位 升不到上来 是一个很大的警号 显示着这类的股份 在短期里面 还会继续走弱 所以你自己想想 来到这些位置来说 如果一旦真的有些 穿底的动作的话 其实应该就要走人 不应该去假住或者是抗底 现在这个时候要硬抗底 似乎贏面很低 对啊 反过来 家庭观众 Casa说不但不是抗 要看确实那些低位 之前低位看一看 就是两个八毫三 一个月低位 也是五十二周低 穿了 考虑要走 看你捨不捨得 高生记Apps也问 2688 这只都弱势 他就是问我98元入了 为什么新澳能源股价这么弱呢 应该怎么做 其实看股价穿了去年十月份 那些低位之后 看到压力越来越大 在短期里面 我们看到RSI跌穿了三十之后 去到最近的股价低位 在53.85元出现了一点反弹 但是反弹能否足以令股价 上升到一些比较高的水平呢 首先看十天线的水平 大概62.2.8元 这个位置来说 也限制短期反弹能否成功 如果这个位置来说 也没有办法站得稳 甚至上升 我会担心低位会越来越低 而且也会看回近期 整体的燃气方面 随着那个燃气价 可能有机会向上上调 可能都会令到大家来说 有机会看回好一点 但是我会觉得 如果股价是穿不上十天线 反而应该要小心一点 好的 近期当然跌得来 都是因为业绩的问题 刚刚看到有花旗 就调升目标价 买入 为什么贪它便宜 市盈率在同业当中最低 还有股东回报在同业当中最高 今天唱得起4%的反弹 有没有拿着刚才谈的股份 我没有 多谢你 暂时都是个别内房股先炒 回来再跟进